海邊瀟坡塊突然出現龐然大霧 海巡人員接獲通報 趕緊圍起封鎖線 派隊員在現場警戒 再聯絡相關單位前來現場勘查 自行探案巡查任務的時候 在進水的案記 有發現一隻死亡多時的鯨豚 因為海浪不斷拍打 鯨魚和瀟坡塊摩擦 表面上傷痕累累 結果專家鑑定 原來是一隻長達10公尺的抹香精 它是一隻約10公尺的抹香精 年齡判斷屬於老年的部分 初步判斷它是在海上死亡的 大概10日 經過這個漲潮部分 來漂到這個小坡塊 發現抹香精的地點 就位在新竹南寮外海 但因為抹香精體性太過龐大 相關單位打算先從海上 拖運到南寮漁港之後 再送到城大進行解剖 據我所知 現在是沒有曾經發現 那麼大隻的一個抹香精 有少許的是鯨豚的部分 這個是有時來新竹是比較大隻的 抹香精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動物 在全世界的海域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 體型長達10公尺 重量近20噸的抹香精 在新竹還是第一次出現 到底這隻抹香精是自然死亡 還是其他外力影響 現在要等到解剖後才能知道原因 因為機會難得 是否也希望未來能夠做成標本 作為生態教育使用 用另一種方式來延續它的生命 記者黃志昌新竹報導 請假推薦 兩次 Florian 陸 一到晚 稿